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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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之父 以色列派出特种部队攻击加沙哈马斯地区 造成大量伤亡 这对特种部队 简称S-13 名有小艦队的意思 是战斗力极强的精銳部队 1949年成立的S-13 隶属以色列海军 分为突击 水底 水面三个部份 主力负责海陆特集 反恐 破坏 情报搜集 拯救人质等等 S-13以选拔严格 训练苛刻文明 选拔每两年进行一次 入选的士兵都要先通过体能和心理测验 证明自己挨得苦 可以在高压 恶劣和恐惧的环境下作战 才有机会获选 他们之后要接受最少20个月的训练 包括半年基本训练 和三个月预备训练 期间要学会跳散 和各式武器的使用方法 包括了S-13常用的M4卡文枪 M203榴弹发射器 TAR-21突击步枪等等 之后就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潜水特训 学习在又黑又冷的水底的作战技巧 熬过了这一年串训练之后 就会进入特训阶段 进行水陆特杂 登陆 反恐等等的任务 士兵还要练习以色列搏击防卫術 这种埋身肉搏的技术 就算手无串帖 亦都可以黑敌 几乎每次以色列战役 包括早年的黎巴嫩战争 巴勒斯坦战争等等 S-13都会出动 造成平民死伤也不是第一次 2006年 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战争 S-13特集位于提倚的建筑物 杀死多个武装分子 又摧毁多支火箭发射器 当时黎巴嫩官方指责 乙军滥杀无辜 连带多个平民也要陪葬 2009年 乙军在一手懸挂着加勒比海岛国 安提瓜岛国旗的货轮上 手获几百吨 包括防空和反弹黑导弹等的军火 被指是伊朗为真主党游击队撑腰 向他们提供武器和以色列搞对抗 当日执行任务的就是S-13 2010年 乙军加紧封锁加沙 在地中海拦截去当地的船隻 当中包括运载救援物资的船队 其间有多个船员被射杀 事后S-13获总理内塔尼亚湖表扬 赞他们成功阻折违禁品和武器运往袈裟 居公自卫 S-13的行事作风非常神秘 很多行动资料都被列作最高机密 外界经常将它和美国海炮部队比较 但有专家认为S-13很少参与国际合作 所以难以和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精锐部队相提并论 近年越来越多S-13的成员证实患有癌症 怀疑是与他们受训地点及同何受到污染有关 可见无论多强的人 都不能够避开生老病死这个自然定律 今日的新闻智库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